你说 这么小个玩意儿 这啥时候能养大呀 不是还有嫂子呢吗 也是 这要是我一个人哪 都不知道怎么养 我有个主意 让我抱回去养两天呗 这可拉的好不好 就你的笨手笨脚的样子 还没个老婆 我不放去 我也有个主意 等我将来有儿子了 就会小心一顶娃娃亲 咱哥俩亲上驾亲 那感情好啊 你也拉倒吧 你怎么就知道 张华能明生个儿子呀 我就知道 就算张华跟你生个儿子 凭什么你跟他判定下 我俩怎么办 行行行行 你俩也是爹 闺女啊 你看 你有四个爹啊 这要发出去了 这对你的影响多不好 是啊 咱们静怡那是好孩子 那当然 对了 前两天 你不是给三个叔叔 我都送礼物吗 我们都收到了 你给叔叔送那个牙白手串啊 我特别喜欢 我都舍不得带 你送给我那个凉血压的 太高级了 叔叔我都不会用 对 咱昨儿不是还说吗 要请孩子吃顿饭吗 对 那咱就今天怎么样 今天你潘叔叔请客 你说你想知道什么 静怡你潘叔叔要请客 铁公鸡要爬毛啊 你这机会难得 笑了 笑了 讨厌 笑了 笑了 不生气了啊 静怡不生气了啊 行了 要原谅我们了 我们三个年纪大了 老糊涂了 你就原谅三个叔叔 好 静怡 有个事我还真想问问你 这是怎么回事啊 冰子 我看外边已经排起来长队了啊 我跟你说 今天全是来等你了 咱们新梦想品牌 能不能一破二红 全抗着 你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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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神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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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怡 你怎么了 快逼呢 对 后面呢 快让她下来别演了今天 快 快 这怎么不不不不 不是我们卸下第一次量上 对 你先换衣服去 不是不是 你快说她 你再不能演了 你再不能演了 你怎么还演完再说呀 女神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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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 你在干嘛呀你这 你快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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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大叔 你干什么呢 大叔 大叔 他们还动手了 你谁啊 我叫人了 我是他爸 叔叔叔 叔 等会儿打 等会儿打 叔 咱等 咱等野蛮在打 野蛮在打 你快下来 你那脸上的妆还没写干净呢 你看完就没什么反应 你想让我有什么反应 像你一样 就是他打一段 事情是这样的 让他自个儿说 你们不都看到了吗 我就是去参加动漫展 非要扮成个女人去展览给人看 我朋友开了一间 扮演工作室啊 最近开发了几款女性角色的 造型和服饰 可是他请不起女模特 就让我搬上试试 没想到在网上还挺火 所以才 一个大老爷们 搬成女人 你 你 像什么样子 崔叔叔 那以前那些金剧演员 不也有男扮女装的吗 那不一样 那是艺术 儿子 过来 上妈这儿来 来 坐这儿 儿子 你就跟妈说实话 那你是不是有一点 就 就是 那方面的倾向 那方面 现在社会已经很开放了 我不像你爸 是个老古板 你妈呀 她比较古板 不能理解 我就不一样了 我什么没见过呀 我能理解 只要你跟妈说实话 没有了事 我有喜欢你 是女孩 女孩 那谁呀 反 反正是个女孩 行了 你别避重就轻了 这个问题以后再说 怎么叫避重就轻呢 你不知道什么事情重要吗 你问问她 还有什么东西没交代吧 没了 没了 再好好想想 你的情况我都已经掌握了 你最好是自己说出来的 你要让我说出来 你就被动了 好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爸 您是把我当嫌疑人了吧 现在你就是嫌疑人 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该怎么判 你自己看着办吧 他不说 你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从杂志社辞职了 翠斌 是不是真的 我给他们杂志社 都打过电话了 他都辞职半年了 这上回还骗我们 说升职 翠斌 你太过分了你 我告诉你 你知道这个铁饭碗 他多难找啊 你 你不负责任我告诉你 你气死我了 翠斌 你要站住 你是个小偷崽子 我今天得依照拆你 我不喜欢这份工作 我才二十四岁 却在做一份老年刊物 每天和一帮老年人打交道 我不说跟老年人打交道不好 我有自己的梦想 我也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梦想 你也可以当业余爱好去 你为什么要辞职呢 那是砸在地上都摔不碎的铁饭碗呀 我不是在玩 我是在创业 刚才说的那个工作室 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合开的 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跟我和你爸商量啊 你既然自己做主张就不行 我已经听得够多了 从小到大 我从来没有做过一次主 当初考一校 是您逼着我学的新闻 可是我对新闻专业 一点兴趣也没有 逼了业 您把我安排到西洋美杂志社 你有问过我的想法吗 我总是在满足你们的要求 活成你们想要的样子 我已经成年了 我可以为我自己的决定负责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们 我要是不给你们单位打电话 你还准备把我们骗到什么时候 那小兔崽子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你跟我这儿大呼小叫的你 你给我滚 翠斌 翠斌 翠叔叔 翠斌他就是打算动漫展翼结束 他就跟你们摊牌的 他不说是怕你们担心他 什么担心 这隐瞒和欺骗的背后 往往都是隐藏着 不可告人的罪恶 这我见多了 谎言并不懂是恶意的 有时候对最亲近的人 也需要善意的谎言 什么善意的谎言啊 你说得好听 您就没说过什么善意的谎言吗 我有什么谎言 您被警队停止的事情 不也瞒着我 你听谁说的 是潘叔叔跟我说的 你滚吧 滚就滚 我 我去看看他 小斌 翠斌 等等我 怎么样 把那些话都说出来 是不是感觉特别痛快 说实话 从小到大 我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 那你现在去哪儿 要不去我家住两天 等你爸妈气消了之后 就没事了 我麻烦你了 我去工作室住 平时工作也方便 那我送你 行 刚才 你不是说你有喜欢的女孩吗 谁啊 我 其实 也没谁 什么没谁 你这人有劲没劲哪 刚还以为你要做自己了 又热得松了 我 其实 爱说不说 我喜欢你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你说什么 我说我配不上你 不是这一句 上一句 我 喜欢你 声音太小了 我听不见 什么 我 西 小声音啊 我哑了 还好累吗 我哑了 丢了工作 选个媳妇 东方不亮 西方亮 这下你可满意了 行了 现在该交代你的问题了 怎么又冲我来了 坐下 坐这儿 老实交代 你被停职是怎么一回事 张警官 你刚才怎么不给你儿子来这套呢 就知道拿我开刀 他是出饭 你是惯犯 喷子 赶紧的 等你半天了 这架条刮答不会看出猫腻吧 你放心吧 刮答贼 让他逮着小鞭子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磨叽啊 你病是假的 那架条是真的 我让大夫给你开了三天的 你今天也可以回家休息 带病坚持工作 这点水果滚 苏政委 昨天的架条 放我办公桌上吧 小郑 过来一趟 徐师傅 潘师傅 你们来了啊 小吕 我就昨天一天没来 这儿出什么事了 你们还不知道啊 咱抓到大老虎了 哪儿来的大老虎 还是从洗钱那案子签出来的 有一笔五千万的资金来源不明 说完再喝 我饿了 我饿了 小吕 来 我这儿有好处的 谢谢师傅啊 小吕 后来呢 后来啊 后来 处政委就找两位师傅办这个案子 可是你们都请假了呀 林队之号亲自接口什么案 徐师傅 帮我把这放小证桌子上 林南查出什么了 林队查出来 这笔钱跟平商银行南区织航的 一个副行长有亲人 昨天下班前就把副行长传话了 有什么进展啊 谁审的 我这 昨天熬了一宿 这脖子真是酸啊 来来来 我给你捏捏 你跟谁学得这么磨叽啊 赶紧说呀 林队说了 那个副行长是块硬骨头 必须要找个名题 所以就去御舍支队 把齐队给请来了 审出什么名 他们磨了一宿 那个副行长一直嚷嚷要见律师 问什么就是不开口 这齐队也没辙呀 就让我们继续准备 那个副行长的背景调查 一会儿九点接着审 我听说齐队外号叫七小时 还从来没有案子 七个小时拿不下来 我感觉这回就要折了 来来来 全体会议事 我先去吧 学校 船换二十四小时 这么算下来 剩下的时间可不多了 还开什么会呀 学队 时间紧迫 大家抓紧碰一下 九点钟 齐队安排审讯 来 你坐 我这边已经核实 这五千万不是银行 和储户的资金 来源很可能是跟副行长 去年批的两笔贷款有关 别跟我说可能 查实哪两笔贷款啊 受贷方是什么公司 是 正在落实 咱们经贞是怎么办案的呀 小吕 您那边怎么样 小吕 你那边怎么样 我查实了 副行长订了明天一早 飞泰国的机票 出境手续都齐全 但是在五天前 他的老婆和孩子 已经提前过去了 那这事要跑啊 齐队 您这边还有什么要办的 我马上派人去 我再三跟你们强调 审讯是前线 背景调查是子弹 我手里没子弹 拿什么打冲锋啊 我手里没子弹 还有那个副行长的什么社会关系 怎么了 这事 没事 老毛病了 这时候您可千万不能倒下啊 昨天晚上啊 就睡了三个小时 要说这把老骨头啊 比不了当年了 你看雷啊 我这喧气他妈妈 不想医院啊 别啊 那我这案子怎么办呢 案子 案子就交给有能力的同事办吧 这不小潘也回来了吗 潘师傅 行吗 别逞能了 我也不太了解情况啊 小潘 我这儿所有的资料 你都可以拿去 你遇上什么困难 我保证随时提供支援 还有多长时间 可剩八个小时 下班前必须放人 行 但我有个条件 综上所述 通过这次停职反省 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了 这次危机的严重性 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格 放松了学习 立了功以后 沾沾自喜 骄傲自满 我恳请领导和组织 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从哪里跌倒 还从哪里爬起来 此致敬礼 平安市公安局金针支队崔铁军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认为啊 崔警官的检讨还是不够深刻 我们听到不少反应 说你和徐国柱还有潘江海 三位老同志 平时工作作风散漫 对这一点你有什么想说的 小泽啊 这情况是谁反应的 是群众反应的 你的意见呢 那个根据上一次的处罚决定啊 是对崔铁军警官停职十五天 现在还剩五天 所以我想 是不是等五天之后 根据崔警官的检讨和反省的情况 再决定 是不是让他复制 崔警官 你刚才最后一句说的是什么 让我从哪里跌倒 还从哪里爬起来 很好 我看哪 像这样立过功的老同志 我们还是要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 我提议啊 让崔警官提前复制 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吧 把眼镜还给我 崔叔 我这可是冒着风险跟过局情致的 你可得好好表现 将功折罪 怎么了 证件还没还给我呢 楚政委 要不你去帮我办一下复制手续 好好 那你先去专案组 潘师傅他们正在等着你的 头大了 我头大了 你说这老齐是不是故意整你啊 哪有这么巧的事啊 咱们一回来他就病了 硬骨头他啃不下来 让你背锅 看破别说破 不过咱们要是不接下来 背头恐怕还得继续停职 同意 支持 我就知道是你们俩做的局 怎么样了 提前复职 职了 什么案子 这个案子不是咱们的 咱们是替人顶雷的 这雷要炸了 咱们粉身碎骨 这是资料 我已经跟你经解了 快速熟悉一下 还有多长时间 八个小时 咱也不别闹 不知道我这时间来得及 来不及啊 齐队那边 八个小时 不对 就剩下七个小时了 我觉得还是让齐队长回来比较稳妥 就是不知道他现在好点了没有 你以为七小时就真能七小时搞定 那个 那两个公司的事落实了吗 正查着呢 老三位 现在什么情况了 楚政委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时间紧迫 能不能干到正经事啊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刚才会上没听见啊 那个副行长订了机票 准备跑路了 您不是省厅有关系吗 赶紧联系一下出入境啊 我这二十四小时以后都得放人 万一我顶不住怎么办 咱得留个后手限制他出境 不能让这小子就这么跑了 好好 我马上去安排啊 对了 崔师傅 你的警官证 我给你取回来了 辛苦了 楚政委 潘师傅 这个副行长提供贷款两家公司 我们正在全力查 半小时给您结果 别查了 纯属浪费时间 不是 齐队刚才 齐队在医院呢 你能上医院找齐队去 不是 潘师傅没明白 齐队这思路没问题吧 当然了 齐队那是老意识了 思路绝对没问题 不过齐队办过几个 竞争的案子 时间紧迫 咱就少扯前天吧 刘全 你让你手下的人 马上停止一切工作 去查一查南区之行 去年跟前年的坏账 尤其单笔超过一个亿的 这我还真没想到啊 林队 你也别嫌着 受力去查一下 他跟他爱人 还有他的亲戚朋友的账户 我要他所有 大额的资金往来 行 我现在去 逗逗快点啊 给我审幸多留点时间 明白 二位 赶紧的吧 背头 你带上人 赶紧去查一下 他的社会关系 棍子 你跟小李 去查一下他的家庭关系 但凡找到任何新的信息 随时跟我联系 只给你们四个小时 不能再多了 没问题 那你自己呢 我 我到食堂去看看 有没有饭吃 用脑给我做好 饿吧 这就起饭了 给大家看 我们完成了 我们打破了 一路途 我们在做好 我们的小羊 在这个时候 这就递 有一点 最中的小羊 老板 潘师傅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还剩不到四个小时 你再不提沈来不及了 还不够啊 不够啊 什么不够 我看了之前 齐队审讯副行长的笔录 就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 还远不到能撬开她嘴的程度啊 那你现在还差什么 你跟我说 我派人去查去 我现在就掺了一种 能够一击致命的 就这种东西我说不上来 我真没时间了 等你万事俱备我就得放人 磨吧 没准就给磨出来了呢 外围这边我继续配合你 好 也只能这样了 徐队 不是 您怎么 您也没事了 吃点药 休息一会儿 没事了 好好好 来来来 小潘啊 今天啊 你主审我给你当书卷 这哪儿成了 您这不是骂我的吗 怎么叫骂你啊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就别来点虚的了 林南都跟我说了 你这边人手紧 所有的人都出去查案子去了 林南作为队长 还得协调各方面的工作 我到这儿就是顶顶半儿的 还没准能给你出点主意 那您得坐这儿 我得坐那儿 不是 齐飞啊 你别啊 哎 哎 你就踏踏实实地准备你的材料 哦 啊 啊 一会儿人就带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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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呀 你去 我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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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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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年以前的事了 你呢 我比您姥姥进队完 不过也得有小二十年了 要说那个时候的心情 真是出声牛犊不怕虎 反倒是现在啊 批普率 领口供 速手速脚 谁说不是呢 大喷子 他们都关脚打喷子 你知道我为什么 来给你当书卷吗 纪队 我还真不知道 您说 这事 折了算我的 要是立功 算你的 纪队 老齐 谢谢 刘潘 轻装胜任 咱俩联手 我就不信还有撬不开的嘴 得嘞 二位 准备好人来了 有什么需要补充侦查的 就给我传消息 我立马派人去 咱们只有三个半小时 二位师傅 加把劲 姓名 您旁边这位警官 昨天已经审过我了 这是我们的规定 请你配合一下 我叫傅欣 师傅的傅 三个金的心 性别难 今天四十 就职于平商银行 南区支行副行长 副行长 副职的行长 主管哪一块啊 新贷业务 认识陈志豪吗 不认识啊 我说警官 咱们真的没有必要 把昨天已经问过的话 再问一遍 这样浪费大家的时间嘛 没办法 这都是走流程 算了 我看别问了 你就把昨天沈的抄一份 交了差不就得了 好嘞 抽烟吗 不会 喂 谢谢 有孩子了吧 两个女儿 大的八岁 小的四岁 我也有个女儿 十五岁 我告诉你啊 女儿跟爸爸最亲了 是 你爱人是做什么工作的 她是气象局的 天气预报 可以这么说吧 她主要是做那个 天气预报的那个动效 我们看的电视里头 那个天气预报 都是她们动的 待遇怎么样啊 还行吧 就是一个月七千多 八千这样的私工资 但是还算是事业编制 解决过户口 还算稳定吧 对 你是住在天福宴小区吧 原来那儿的房子 我也相中了 房型特好 现在听说均价 得五万多了吧 是吗 我真的不太清楚啊 你是哪年买的 我是 前年买的 多大面积 一百多平 五万一平 一百多平 五六百万呐 没有 我当时找了一个关系 走了个后门 拿了一个内部优惠价 还没那么贵 内部价是多少钱呢 大概 四百多万吧 天福院小区的开发公司 是天成福达公司 两年前 开发南区新楼盘 承达国际的时候 从平商银行南区之行 就是你们银行 贷款了五个亿 当时审批人就是你 贷款到账后的四个月 天成福达公司 通过三家小规模的企业 分别向你的小舅子 王正雄个人账户 汇款了一千五百万 现在承达国际的楼盘 已经烂尾 这笔五个亿的贷款 成为你们银行的坏账 这些怎么解释 这些贷款 我都是通过规定的流程 审核之后才发放的 虽说我是个主管 可是像这么大的项目 最后签字的都是大领导 再说 至于这个楼盘烂不烂尾 这也是不可控的风险 而且我们银行 都有相应的措施 另外 警官您说的 什么三个小规模的企业 给我的小舅子打款的事 我 我是真的一点都不清楚啊 我的小舅子 他是搞商贸的 他的那些个业务往来 我从不过问 我想 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了 如何应对 没关系 我再帮你捋捋啊 你说你不认识陈志豪 可陈志豪说 他是通过你 认识的你小舅子 你小舅子想通过 陈志豪的洗钱团伙 把这一千五百万 洗到境外 怎么样 孙师傅 有新情况 好 潘子 我刚查到 这小子在外面有一个情妇 叫徐菲菲 俩人还生了一个孩子 是个男孩 刚八个月大 这个父亲还给徐菲菲 买了一套房子 价值三百万 是全款买的 在龙岳小区 房本写的是 徐菲菲的名字 请 警官 我发誓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那个什么陈志豪的 在这儿发誓 可不管用啊 那你把他叫过来 我们当面对质 还有我那个小舅子 他什么洗钱 我 我真的是 一点都不知道啊 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 他要是洗钱 你们应该去找他呀 他恐怕现在正躺在 泰国的巴基亚沙滩上 晒太阳了吧 刚才咱们聊到房价 你知不知道龙岳小区 现在是多少钱一平方米啊 我又不是搞房地产的 我怎么知道 你买的房子 你不知道 那这徐菲菲你总认识吧 我 这个要是再不认识 那你就太薄情寡义了 人都给你生了儿子了 我说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事归你们管吧 你作风问题我们可以不管 但徐菲菲买房子的钱 我们必须得打听打听 这个徐菲菲去年刚刚大学毕业 她就是在南区之行实习的时候 跟这个复兴勾搭上的 实习起码离开银行以后 就一直没有工作 全靠复兴养着 她的父母在海平县 是做小买卖的 根本不可能买得起三百万的房子 她自己买的房子 跟我没关系 一个大学刚毕业一年的女孩 就买三百万的房 还全款 她的钱从哪儿弄来的 我不知道啊 你觉得我们查不出 这笔钱的来源是吗 那你们就去查呀 你问我 我不知道 行 嘴挺硬 我们当然会去查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 你能够主动坦白 不然到时候 我怕你会后悔 要说你对他们母子俩 也真不错 说说吧 每个月给多少生活费啊 五个笨高 俩闺女还不够 非要一个男孩 怎么 是不是家里的老人 给了压力啊 我听说你还是个孝子啊 我听说你还是个孝子啊 父亲去世得早 妈妈把你养大 供你上了大学 也不容易啊 你妈现在住哪儿啊 怎么没跟你们住一块儿啊 我说警官 你们到底要问我什么事啊 老扯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我有义务向你们交代 我的家庭隐私吗 你急什么嘛 我就是纳闷了 按说你应该挺孝顺你妈的 怎么没有跟老人 住在一块儿生活啊 照顾起来又方便嘛 当然 你要是不想说 可以保持沉默 别人 你纳闷了 你别人 走 我把你坏的 对不起 你怎么跟你与你 这个我相当你 他搵着衣服 这个复兴的老母亲 一个人住在季县 离平安是两百多公里了 开车最快也得三个小时 怎么早点不安排人去查 这不昨天刚抓着人吗 还在查账那条线上 人手不够啊 徐柱 麻烦您现在跑一趟季县 去复兴他妈妈家 不对 这可能是个突破口 我马上把具体的地址发给您 看一下时间 咱们多久能到 三小时零十分钟 怎么赶得上了是吧 要是那张破金杯就赶不上了 这辆车 坐稳了 我是盛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也是复兴的代理律师 我叫钱勇 你们公安机关已经传唤我的当事人 超过了二十四个小时 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复兴 我告诉你们 你们传唤我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了 我要见我的律师 我要投诉你们 坐下 稍安勿躁 我们看着时间呢 你们到底要问什么呀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走 刚才不都说了吗 咱们得走完流程 你现在还是好好说一说 那笔坏账的事吧 林美人 福星律师到了 在外面呢 让他等着 律师说 咱们传唤已经到二十四小时了 必须马上放人 不然 不然怎么着 你告诉他还有半小时呢 想办法拖着他 不在法拖着 不在法拖着 你们的 fakta 不在法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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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拖着 不在法拖着 不在法兰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u-ah-u-ah-u-ah 请你忘记我姓名 如果你问我将要去哪里 带着什么目的 穿过黑暗首一个黎明 总有人先离去 没什么值得可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u-ah-u-ah-u-ah Hu-ah-u-ah-u-ah-u-a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